李小龙就看到林正宁感觉他好像 你不是怎么样吗 他就一个腿弓 把正宁那么一出来飞 飞得很远 上次我们觉得傻了 李小龙巅峰时期有多强 我们并不知道 但他的电影一步又一步 创造了香港电影票房神话 他用两年四部半电影登顶了全世界 当今全亚洲 恐怕也只有成龙才有这样的高度了 可他用了整整40年 130多部电影才拿了终身奥斯卡 如果当时李小龙没有离世的话 他定然会进好莱坞 那样的高度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李小龙采访的时候说过 他会带一群人进好莱坞 那也会必然要带他的左膀右臂 大家都知道右边的是林正英 而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左边的这位 陈慧毅 1953年2月 陈慧毅出生在有东方蜘蛛著称的香港 直因家里穷 在他五岁的年纪 就跟父亲翻越大山 到马承治的中华戏剧学校学京剧 在几年后 陈慧毅自然而然地跟红金宝 林正英等同年纪的人成为了好友 有时候会一起学京剧 一起上街表演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多久 1969年 香港电影正处于转型时期 整个电影圈都被武侠电影主宰 京剧也慢慢被人淡忘 陈慧毅没办法只能转行进电影圈发展 跟随于战缘的女婿韩英杰 做龙虎武师 并出演了首部电影侠女 韩英杰作为大反派 红金宝作为男三 而陈慧毅是一名牙役 可以说这部影片开创了武侠片的新风格 也是同年 刚带着儿子反港省亲的李小龙 决定从新在香港拍电影 当时 李小龙还穿上了邵氏的武打服装观察场地 可惜最后跟邵氏的片酬谈不开 1971年 被邵氏拒绝的李小龙 在家和制片人刘亮华的邀请下 出演了唐山大兄 当时要去泰国拍摄 剧组因经费不够 只让韩英杰带少许的几个香港武师而已 分别是陈慧毅 陈龙 林郑英 而剩下的群演 导演直接从泰国本地的泰拳馆找人来充数 陈慧毅说这些从泰拳馆找来的人 除了玩泰拳之外 里面甚至有好几个是拳王级别的 这些泰国武师年轻强悍 又跟香港武师语言不通 双方就经常闹矛盾 而且泰国武师这边人多 有那么一个胆大就不服武术指导的管教 张口就骂人 这可是让李小龙忍不了的 直接拉起一两个暴打了一顿 本以为就泰国武师那边闹事 可没想到的是香港武师这边也出了事 陈慧毅说有一天作为男三的林郑英居然迟到了 原因竟然是喝酒打架被抓了 当时的林郑英年轻气盛 有什么不服的就直接动手 用一句话形容他就是 可以说当时的林郑英谁也不服 直到碰到了李小龙 在拍摄一场踢人的打戏时 李小龙怕把人踢伤 坚持点到为止 说自己一脚下去会死人的 一群龙虎武师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怀疑个子不高 身材瘦小的李小龙就算功夫再好 也不可能一脚能踢死人 都认为他就是在吹牛 这时突然人群里中有人大声说了句 这么厉害 真的假的 你踢我吧 此人正是林郑英 这是片场 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凑到李小龙的耳边 龙哥这小子很能扛打 是出了名的狠人 李小龙听完顿时来了兴趣 说小子你出来 林郑英边走边笑 李小龙就一个垫步侧踹 只听见刷的一声 林郑英被踢飞了出去 当时林郑英起来后眼睛通红 胸口红了一大片 感觉随时要吐血 陈慧义等人看着这一切 吓着愣在当场 自此之后 林郑英把李小龙当成神的存在 要是谁想挑战李小龙 他就会第一个出面 李小龙也十分欣赏任劲十足的林郑英 便有意提携林郑英做武术副指导 之后两人的关系一度好到李小龙拍电影 林郑英没到现场不能开机的地步 如果李小龙没出意外 他会组织自己的武术团队到好莱坞发展 到时候 陈慧义 林郑英的国际影响度绝不会低于现在的陈慧 可惜的是没有如果 这一切终结在李小龙32岁的年纪 陈慧义说过 在网络还没有发达的年代 全世界只认识两个中国人 一个是伟人某主席 另外一个就是李小龙 在那个时代就算去非洲也好 去到北极也好 去哪里也好 人家只认识两个中国人 一个就是李小龙 一个就是毛泽东 是你跟我说的 我用夸张去看 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英